这学期的这个课一开始的话呢 陈彦有跟大家提到说 如果修完agorism 不会做dynamic programming的话呢 就请不要跟人家说有修过agorism这样子 那所以就代表这个技巧在agorism 里面他的重要性了 那因为他算是比较特别的一个技巧 那在这个单元来讲的话不用讲 反正我们就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dynamic programming应该要怎么去做它呢 那为了要介绍这件事情的话 我们大概是这样子做的 一开始的话我们会用一个 weighted interval scheduling的问题呢 来跟大家来做介绍 那在这边的话呢 那这个问题的话呢 其实是跟前面 greedy algorithm的时候 所遇到问题是不大一样的 那我们用这个问题呢 用这个问题来demo一下 怎么去做一个dynamic programming 那实际上在这个问题当中 如果大家已经学到他的精神的话呢 其实剩下的这些部分都是 就是再加一些小的idea进去而已 那他没有什么很大的变化 那另外那在接下来的话呢 那我们会跟大家介绍一下 真正我们在implement这个dynamic programming的话 我们大概有两种形式可以去做它 一个叫memorization 一个叫iteration 然后今天的话我们有时间的话 跟大家举两个例子 然后来demo一下这个dynamic programming 在一些简单的问题的一些表现 好 那这个单元的后面的话 就跟大家介绍几个经典的题目 那第一个的话 第一个会跟大家介绍 是subset上跟napsack 那这两个问题的话 是非常经典的dynamic programming的题目了 那最后的话 我们会跟大家介绍的是 很有名的问题 叫shortispath 那这shortispath 我们在greedy algorithm的时候 曾经跟大家介绍过 Dextra的那个版本 但是Dextra的版本 为什么它可以 只要用greedy algorithm 就可以求得最佳减 是因为它有一些特殊的限制 比如说它只能限定是 这个没有non-negative age weight的状况之下 我们才可以用Dextra 那在这边我们会看一下 它的general的形式 就是假设如果有一些age weight 是负的话 我要怎么去算它 那这边的话 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问题 那发明 发明 为了这个问题 那有一位专家 叫Bellman 那Richard Bellman 就发明了一个方法 那实际上 我们在这边介绍的 就是他的方法 那实际上Bellman 也是dynamic programming的发明人 那最后的话 我们来秀一个奇怪的例子 这个例子跟大家展现一下 dynamic programming也不是万能的 那在有些问题上面的话 你一是要用它的话 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基本上它效果会很不好 它效果会很不好 所以呢 什么时候可以用dynamic programming 什么时候不合适 我们还是必须要了解的 那什么时候适用 什么时候不适用 我们会在一开始讲完 讲完第一个例子之后 会跟大家解释 什么时候我应该要用它 什么时候我应该 可能要想别招 在讲dynamic programming之前 我们always一定会跟大家 稍微很快的review一下 divine and conquer 因为他们其实算是 有点像双胞胎兄弟姐妹的感觉 很像但是又本质上也不大一样 那在这边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divine and conquer 我们怎么去做它 那divine and conquer 在前一个单位 我们跟大家介绍的话 我们知道divine and conquer 它基本形式就是 我们认为直接去处理一个问题 太复杂了 所以第一件事情 我们先把它拆解 然后所以叫divine 先把一个大问题 拆成一些小问题 那这些小问题呢 当然拆小了之后 Problem size就小了 那它这样的目的的话呢 当Problem size小的话 它就有机会可以 比较容易去解它 那但是拆解只有一个 只有一个条件是什么呢 大家还记得的话就是 我们拆出来小问题 要跟原来的问题 具备相同的问题特性 就是拆完之后 你不能小的问题已经变值了 那这样的话就不是一个成功的拆解 那接下来呢 拆完了之后 接下来每个拆出来的部分 就recursively去conquer它 那在这边的话呢 recursively conquer 那到什么时候才不用继续拆呢 就是如果这个问题拆到最后 已经simple enough 就是已经 我可以直接就可以得到解答 非常trivial 就可以得到答案的时候 那时候就会停下 不要再拆了 好 那接下来呢 就小问题都有答案了之后 我们最后一步很重要 就是要做combine 那combine的话 就要把这些小问题的对应的答案呢 把它兜出原来比较大问题的答案的长相 那在这边的话 我们会知道 几乎啦 所有的divine conquer的问题呢 在combine的这一个step 是最困难的 那通常在这边的话 都要花比较多的心思去设计它 那才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好的tie complexity 那divine conquer呢 因为它本来的设计的方法呢 就跟数学归纳法是结合在一起的 那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也有跟大家用那个贴词专 那个例子来去展现它 那贴词专的那个例子 基本上也是一个divine conquer的形式 那这边的话 在那个例子当中 我们就发现 基本上其实呢 它本来想的方式就是用数学归纳法来去思考的 所以其实我们在去证明 正确性的时候 我们也是用数学归纳法来去证明它 那divine conquer 它的implementation的形式 通常都会配合recursive code 所以呢 对于这种recursive code形式的这个procedure 怎么去分析它的tie complexity 在上一个单元我们也跟大家介绍过 我们会对应写出一些recurrence relation 来去分析它的procedure的compressity 那这个如果要得到最后这个closed form的话呢 我们大概会做一些简单的事情 第一个是展开法 iteration 那这个iteration也可以用画这个tree的方式 recursing tree 然后来去分析它 那或者是我们也可以猜一个答案 然后来去用数学归纳法来去证明 这个tie complexity的棒是正确的 那这边画的是简单的divine conquer的review 那divine conquer呢 那我们前面已经学会divine conquer 在这个单元我们要介绍的是dynamic programming 为什么它叫dynamic programming呢? 实际上这个dynamic programming一开始 这个programming这个字啊 跟我们平常认为这个写程式是两回事 这个programming不是coding的意思 这个programming指的是mathematical programming 那数学的 数学上面的programming 其实代表是一个最佳化的一个 一些特殊的过程 比如说linear programming quadratic programming convex optimization programming nonlinear programming 那个programming其实它是一个最佳化的一个机制 那所以在这边画呢 它采用的是那一个programming的意思 所以呢 其实divine 所以这个dynamic programming typically来说呢 其实是用来解决最佳化问题用的 那什么是最佳化问题呢? 就是有些问题其实它是有目标的 就是给你一些input的资讯 然后请你求解 这个解不是正确就好 那这个解呢 其实它有quality的要求 它会给你一个评分方式 那希望你求得这个分数最好的那个解 那所以它会有一个目标 它会有一个cost function 有一个目标 那这个目标就是objective 那通常它的objective 可能是要求什么样的分数最高 或者是什么样算出来penalty最低cost最低 那所以它会分成minimization最minimization 或是maximization的形式 就是要求什么值最大 或求什么值最小这样子 那会有两种形式 那dynamic programming呢 它这个技术呢 是Richard Bellman在1953年时候发表的 那其实它在发表这个technique之前呢 它已经做了很多很多的preparation 在这之前它已经慢慢的在它心中 就已经延伸出这样的idea 然后到了1953年的时候 才正式发表这个方法 那其实这个Bellman很有意思是 为什么它会把这个技术叫dynamic programming 据说啦 据它本人的说法是这样 它当初呢是在一个军方单位工作 然后就美国军方其实也会害了一些scientists做research 军方很有钱 然后呢 那它在那边做一些研究 但是呢 就是那时候并不是那么巧 是它的老板不大喜欢纯数学 纯数学 那但是其实它是比较像数学家了 那虽然它做的是algorithm algorithm也是数学一部分嘛 那所以那它要发展这技术 可是又希望那老板可以给它funding 给它钱了 那如果它就 但是这个技巧其实是数学技巧 那但是如果它那个名字里面有太数学的turn在里面的话 它就想这个东西可能不会过 就老板不会给钱 那所以它就要想一个就是有意义的 但是呢又不会让老板反对的名字 然后它就取了dynamic programming 正面就如果不是很熟悉数学的人的话呢 看不出来跟数学有关系 对 然后但是如果是有一些linear programming 一些最佳化的知识的话 大家会知道其实这个字其实代表就是数学上面optimization的意思 然后所以它就避开了那个 就是避开使用数学上的一些比较坚深的字眼 那它叫dynamic programming 好那它这个basic idea很有意思是这样子 就是基本上其实它想要做 在divine and conquer里面呢 我们会知道其实它会 它如果真的要去算的话 它真的要去计算所有的方 所有的这个subproblem的话 它是很明白的就是recursive code把它展开 然后算完之后再return回来 这是divine and conquer的形式 那在这边的话呢 其实所以以这个divine and conquer的想法大家会知道 其实它recursive code下去之后它是完全展开的 就所有的小的problem它一定都是完全展开很明白的 那但是dynamic programming跟divine and conquer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它虽然也会把所有的subproblem都看过 但是它不是这么明白就把它一一摊开来解释 那它是implicitly去试过所有的方法 那它是比较聪明的技巧 那它为了要做这个 为了要做一些改进 就是compressive上面的改进 所以其实它在算出final solution的时候 它是有讲究的 那它一般来讲的话呢 会从比较小的solution 兜出比较大的solution 其实divine and conquer也是对 也是这样 是用小的solution去兜出大的solution 然后但是divine and conquer它在 它在兜的过程当中 就是它在猜 它得到那些subproblem的时候 它是完全展开形式 然后但是dynamic programming 等一下我们会看到 其实它是很聪明的展开 所以会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然后在这边的话它尤其讲究就是 它计算这些subproblem的顺序 在dynamic programming是非常重要的 那所以之后大家在发展dynamic programming的技术的时候呢 这个ordering 就算这些subproblem的ordering是key idea 就一定要按照一个特别的顺序 那这样你的dynamic programming才会正常运作 那在这边的话呢 那刚刚有提到就 就divine and conquer 是把所有这个可能的solution 都很明白就把它摊开来算完 然后最后再把它算出来 那dynamic programming 虽然喔 其实它guarantee 可以exam所有的possible solution 但是呢 它是不是很明白的就是 一一条列是把它算出来的 那这是非常不同的 那另外等一下我们在 等一下我们这个单元 这个问题介绍完了之后呢 我们要特别注意到就是 给你一个题目 你要知道什么时候 它是用dynamic programming 或是给你一个题目 你可不可以闻到特殊的蛛丝马迹 就觉得这个题目很适合使用dynamic programming 去求解 要培养这样的sense 好 那第一个我们要介绍的问题 是weighted interval scheduling 那这个weighted interval scheduling 也是在一开始开学的时候 我们列出来的几个representative 就代表的问题之一 那这个问题 为什么把它列为代表性的问题之一 就是用这个问题是需要dynamic programming 来去求解的 那在这边的话呢 怎么去求的这个结果呢 那我们刚刚有提到dynamic programming 它说明它原来最基础的这个数学idea 就是数学归纳法 那所以呢 我们接下来在发展这个weighted interval scheduling 这个问题的解答的时候呢 我们也是要用数学归纳法的形式 就数学归纳法的思维 来去思考这件事情 好那之前的话呢 以前我上过一门课 然后那老师呢 那个数学老师 那是数学学老师 就是他介绍dynamic programming的时候 他就说只有一个字送给大家 就是induction 就是因为他就认为dynamic programming就是induction 你会做induction 就会做数学归纳法 就会做dynamic programming 这没有什么好讲的 那他觉得那很自然的事情 他觉得这两个就是一样的事情 那我们来看看是不是一样的 好那现在我们来看 跟之前我们讨论这个interval scheduling的问题 有点不一样的是 这边有weight 那这个weight呢就是 之前的话我们是给定一些request 那这些request呢 就是会有一些开始和结束start跟finish time 然后呢会形成 就每个request会再用这个一段时间一个interval 好那现在呢在之前的话呢 在之前的话假设啊 假设我们只有一个single call 然后有这么多的这个request要去处理它的话 我们在前一个前一个比较简单版本的话是说 你只有single call 你要做什么事情 你就是可以执行越多个request越好 对不对 那但是因为只有single call一次只能执行一个request 所以以这个例子来说的话呢 当时我们看到最佳解是三个 我们可以得可以找到就是可以 可以做完三个 就是12 13 16这三个人 以个数来算是这三个人 然后但是呢在这边我们要讨论不是个数 我们要讨论的是效率 可能就是比如说有没有赚到这件事情value 然后所以在这边是这样子 每一个request做完之后 你会得到一些value 就得到一些value 然后所以在这边我们要做的是 你在这些request可不可以选出一些 选出一个subset出来 那这些subset呢可以用这个single call去执行它 可以得到最大的value 可以得到最大的value 那所以在这边的话呢 这个问题呢 的最佳解就会是 只要这两个request就好了 那这两个request呢 它的value是26加16是42 那这个42这个value呢 会比12 13 就12 13 16 这个还要大 然后所以呢其实个数跟value它是不一样的 然后所以在这个单元当中 我们第一个看的就是这样的问题 怎么样去求得这个最大value的这个interval scheduling的这个subset 对 好刚刚有提到这grady的grady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是以个数来看 那以个数来看的话呢 大家也可以想成 基本上代表就是每个request 它的value是相同的意思 所以叫uni-weight 然后那在这边的话呢 它就不一样 non-yieldable-weight 所以在这边我们不一定要多取胜 不一定要就是做越多的request 我们要做的是就是value比较大 就是总和value比较大才是赚的 好那所以呢这个grady的方法 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 基本上那时候是用什么 用finish time 来去做收听 对不对 那每次都选那个最早结束的那个request进来 然后呢再把一些incompatible的把它杠掉 然后再从剩下 iteratively从剩下的人 再选最早结束的request出来 然后iteratively这样做 然后这样就结束了 好那但是呢 这个是一个小例子 就是如果这边只有三个request 那这个wet是1 3 1 那用greedy algorithm 我会选两个 1跟1的这两个 然后呢但是value就是2 那实际上呢 最佳减是选3的一个人 对吧 那它只要选一个就好 但是它的value会是3 反而是比较大的 好那所以在这边的话呢 我们就要正式来继续介绍 怎么去思考这个问题 这是一个例子 这边给定一些request 然后呢分别呢 做完一个request 我们会得到2块钱4块钱 依此类推 就会得到这些value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想一下 我们要怎么做这件事情 那刚刚已经有跟大家讲说 这个单元我们要做dynamic programming 那dynamic programming 那dynamic programming 基本上是based on induction 来去发展它的 所以我们现在想要做induction 这件事情 那做数学归纳法这件事情的话呢 来去求的一个解答 我觉得最难做的其实是一开始 就是你要决定你要induction 在什么样的东西上面 那以这里来说的话 我们就来试试看 第一个企图性是这样子 我知道它这个每个request 都会占用一个interval 然后大概有开始和结束的时间 然后这是时间轴 这是时间轴 那我第一个idea可能是这样 那我可不可以用时间 来当作induction的base呢 就是我在时间数 时间上面做induction 然后那个时间慢慢的induct 就是增加上去这样子 然后直到total的时间都处理完为止 好 这是firstidea是这样 好 如果firstidea是这样的话呢 一样的在这之前的话 跟greedy errors很像的是 我们先把每个request 根据它的finish type 先排好一个顺序 根据它的finish type排好一个顺序 好 那但接下来呢 我们接下来重点 就跟greedy errors的没关系 我们现在要找的是 在这里面适当的选出一些request的出来 使得total的value是最大的 那我们要induction on time 在时间上面 好 那这怎么去想它 假设这时间轴在这边 这是时间轴 我们大概是会是这样讲 induction怎么去做它是这样 假设如果我要知道在时间t 就时间0到时间t的这一大段时间 是落在这些里面 那我这些request会产生的最大value的解 是什么 这个解是什么的话 其实呢我会参考的是 时间比较小的解 然后再加一些处理嘛 那所以呢假设我现在讨论的是 时间t的这个时间点呢 累计的这个最大value是多少的话呢 我们可以想一下它可能会是等于 在前面一个小一点的时间t prime的这个时间 对往前对应的这些人贡献最大的value 再加上这个delta 这个时间差 这个一点点的tie step 这一点点里面它会不会贡献一些value出来 好 这是first idea是这样对吧 就是我们一般的induction在第二步的inductive step 做的是不是这样子 就假设我要知道那个n的解是什么的时候 其实我就要看一下n的解跟前面比如说 就是小于n的解的关系是什么 那我们这边一样的就是t的解是什么 我们要看一下t的解跟比较小的这个t prime这个解 它的关系是什么 那这是induction的想法 但是这样做的话呢 会有一个问题是这样子的就是 我们刚刚看到这个t prime如果是切小小切到这一块的话呢 那我们会知道这个如果要知道在累计到时间t的最佳解呢 最大value的这个解呢 会是等于前面这个累计到t prime的时间再加上后面这一小段delta时间的贡献 那如果是这个t prime选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你会发现基本上它的解就是这一坨红色这一包里面这些request的贡献 再加上这一小段 但是这个区间要取多大才是合适的呢 那这边会是一个困难 就是你要怎么样去很容易去控制它这个 因为这个东西的话我们最后要写出一个很容易去 计算的一个form出来recursion出来 那这边的话呢会变成这个刻度的大小呢会是一个问题 那实际上以这个例子来说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就当我算到这个时间t累计 累计这个可能最大这个value的贡献是多少的话 我们可以这样看 就卡到时间t这个点的话 这个点刚好是落在这个最后这个request结束的这个时间点上面 那最后结束的这个时间点上面的话 其实这以最后这一笔request来说呢 我可以这样看它 我在这时候我只要考虑的是两件事情 第一个是最后这个request它会不会贡献在我的final solution里面 会不会是我的最佳解的贡献之一呢 然后或者是它如果是的话会怎样 它如果我不是的话会怎样 那所以第一个的话呢 如果它是的话应该是要这样 如果它是的话呢 那我就知道这个最后一笔这个request呢 我要把它拿进来考虑 那拿进来考虑之后呢 那前面这一包要算到哪里 当然是要算到这个最后这一笔request start type之前的那些人 累计到这个start type之前的这些会贡献多少value 再加上最后一笔这个request会贡献多少value 这两个加起来才是其中一个可能的答案 对不对 那所以在这边的话我们会看到 它的刻度其实就不是一个固定 跟刚刚比起来就 跟刚刚前面画这个就不一样对不对 就不是一个固定的一个delta的step 好那 好这紫色框出来是 假设最后一个request会拿进来考虑 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说 那我最后一个人如果不要贡献了 就是我不要选他 如果我不要贡献他的话 其实我会取的是前面这一块对 就是二就是倒数第二以前的这些人的贡献这样子 那所以在这边我们会知道一件事情是 如果我是用时间轴来去当做这个induction的对象的话呢 他不是那么容易控制 因为其实我不大知道这个delta要怎么去控制他 那所以呢 这个方法显然不是很难再继续走下去 所以呢第二个气图 第二个气图当然等一下我们就会成功了 第二个气图就是我现在不是要看十阶种上面这个小小的time step delta 我现在呢其实想要做的是这个每次呢就多考虑一个interval 多考虑一个request 那一样的第一件事情还是先把所有人的 所有request根据finish time从小排到大 那当我从小排到大的之后呢 其实我现在看的点呢 不再是这个固定的一个time step delta 我看的其实是这种切段式的这个 这个尾巴的这一段切下来的点 切下去的地方 那所以他每次都前进一格 就是比如说我考虑的是第一个request他贡献的最大值 然后接下来考虑的是前两个贡献的最大值 接下来是前三个的最大值 那接下来是前四个request 前五个request 前六个request 依此类推 那所以呢在这时候 其实我们整个induction对象呢 不是时间轴 induction对象是在interval的index上面 就是一号二号三号四号 那以这样的观点来去看他的话呢 那我们就会知道 我们最后发展这个最佳解 他的形式是 我要看的是total有n个request 他贡献的最佳解 就累计n个request的最佳解 会等于是什么 会跟前面n-1个request的贡献的关系是什么呢 那我们要看变成是这样子 那我们那实际上呢 这件事情呢 决定要induction在谁身上这件事情 其实呢 对我 以我个人今天来讲 在发展dynamic program来讲 来说我觉得它是最困难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identify出来 你要induction在什么样的对象身上的话 你的dynamic program 几乎完成百分之八九十以上 剩下都很简单就可以推出来了 那在这边另外一件事情是 如果induction的这个对象产生了之后 接下来还有一件事情是 我们刚刚一直暗示大家 我们都是按照他的finition type 从小排到大 待会我们看到呢 为什么要从小排到大 这件事情也是有讲究的 那这个其实也是dp的一个trick之一 以这个题目来讲 他是dp的trick之一 那为了等一下我们 比较容易去介绍 我们这边介绍一个 特别的parameter是p 那这个p呢 不用特别去记他 这个看意思比较好 那看这个解释很复杂 对吧 他意思是这样子 就是 我要看的就是 因为我是从小排到大 finition type从小排到大 那我现在要看这个 这是第一笔 第二笔 第三笔 第四笔 第五笔 那每个request的p值是什么呢 就是我把自己杠掉不要看之后 把自己杠掉不要看 往前推 就有多少人是跟我 有多少人 是在哪一个request之前 那些人是跟我完全是不会overlap的 完全不会overlap 所以呢比如说 以这个最后一笔 这个人来说的话呢 那我往前推 大家可以直接看到 到底是哪一个request之前 是跟我保证不会overlap 以这个case来说就是 第三个request以前 对不对 跟我是不会overlap的 所以呢 第六笔的request 它的p值就是3 这样子 好 那极端情况呢 就是 如果是以这个第二笔request来说 那它的p值是什么呢 那往前偷看 你看到前面一笔跟它overlap 所以基本上呢 它往前推算其实呢 就是0 就没有人 就往前推算 他自己不要算 往前有多少人跟他没有overlap 没有人 那所以这就是0 那依此类推值 所以基本上其实我们针对每个request都可以算出它对应的p值 那大家可以回去验算看看 好 有了这个p值之后呢 这其实只是让我们比较容易去写式子 那但是idea呢是一样的 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真正来发展一下这个recursion 那这个recursion怎么去写它呢 我们basicidea是这样 刚刚有说这个induction对象是induction在interval的index上面 所以我们现在想要最终最终目的我要需要求的是说 induction到n的时候就totaln个request累计最大的这个value是多少 我希望可以算出来 那我为了要算这件事情的话 我希望可以写出比较细部的每个可能的index值 那假设每个可能的index是j 那在这边的话呢 我们identify 我们定义两个variable 第一个oj这个人的话代表的是累计到j这个request 他的这个最大value贡献的那些request是谁 然后放在o这个set里面 就看他那个解的组成了 那这个opt呢就是代表他对应算出来这个maxima value 就是就是那个值了optj指的是值 然后这个oj是组成的对象 好那所以呢这次变化我们来看一下举个例子 然后以这个例子来说我们就拿最后一个人来看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oj或是optj到底要怎么样去算他呢 那基本上在这边的话它是一个最佳化的问题嘛 那我们这边想要看一下累计前面六个人 累计前面六个人来说 他贡献最大value的减的涨像可能是什么 我们是用induction 所以我们要善用一下前面累计的结果来去推算o6这个人的涨像 我们现在要知道这件事情好 基本上我们只要考虑两个case就好了 第一个case呢就是最后一个request 第六个request我要算 他会贡献在我的结里面 那第二个case就是最后一个request 我不要算 我不要算 我就只算到前面五个人就行了 那所以呢在这边的话呢o6会是什么 o6基本上就只有两种option 第一种的话呢就是第六个人会算 第六个人要算6在这里 那6算完之后 那第六个人如果要算的话呢 接下来呢除了6之外还有谁会贡献在这里 那当然就是6那这个人算完之后呢 来看一下前面这一坨红色这一包人 他会贡献多少的最佳解 贡献的最佳解 所以这边的话兜起来就是6和这个O3的解 6和O3的解 那这三怎么找到呢 这三怎么找到就是基本上就是刚刚那个p value算算 就是把6杠掉之后前面跟他完全不会overlap那些人到底累积到哪里 到第三笔资料 那所以呢就是6和O3的组成 两个加起来会兜出一个最佳解 那另外一个是什么 另外一个就是第六笔这个request我不要算 我不要算那如果我不要算那我就是往前推一个人就是O5了 就是O5的解 这边有没有问题 好那这个组成会算那当然他对应的解 对应的value的长相是什么是一样对应就可以写下来对不对 所以呢opt6会是等于呢 等于什么呢基本上就看这两种option谁比较厉害 那这边的话我们取的是maxima value 所以就比一下这两种组成谁贡献的value值是比较大 取其大就结束了 这边有没有问题 好到这边的话呢 基本上这个题目已经做完了 那所以呢我们会知道 假设对给定一个这个J这个index 从第一个request一直到J这个request来说 他的这个最佳解呢 会贡献maxima value的最佳解 会是什么呢 那我们就考虑两种可能 第一个的话是最后 J这个人这个request我要算 然后或者是J那个request我不要算 所以直接取的是前一个人的解 就是optJ-1 那J要算的话呢 那要怎么算 那就是J这个人的value算进来之后呢 再往前推算 他跟他完全不会overlap那些人 他会贡献什么 就optPJ 然后把它加起来就行了 那前后这两个取其大 然后就会是最佳解 好这边有没有问题 好这个recursion写出来之后呢 其实就做完了 Dynamic Programming的目标 就是这个东西要写出来 好那接下来呢 要怎么去implement他呢 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是procedure 要怎么去写他呢 这个implementation呢 就就决定了 你最后这个Dynamic Programming做出来 是真的DP还是假的DP 那我们来看一下 好那把刚刚这个recursion写在右上角 然后来当作提示小超这样子 看到这个recursion可以直接翻译成一个简单的recursive code 这大家应该都可以写出来对吧 那这个很直觉的翻译 好那为了要做这件事情 这边highlight几件preprocessing的事情 第一个话 要先针对所有人的finition time 从小排到大 所以呢 他的这个index呢 已经被我重新安排过了 所以f1小于f2 就是按照finition time 从小排到大 已经排好的一个顺序 然后另外呢 按照针对这样的index之下 每个request算一下 往前推算 跟他完全不会overlap的 那个最后一个request是谁 那把pvalue算出来 那假设这些都已经算好 然后我们开始进入 然后算这个recursion 那算这个recursion的话呢 就是computer这个optj这个值了 那怎么去算 其实只有两行要算 第一个的话呢 就卡一下boundary condition 就是假设index是0 index是0 当然是没有request在这里面 没什么好算 就return0 好那如果有index在这里面的话 就要按照这个recursion去计算了 那怎么去算呢 那当然就算两种case 第一种的话就是 dj的这个index要贡献 然后或者是dj的一个人不要贡献 不要贡献的话 就取钱一笔 然后要贡献的话呢 就把vj算进来 再加上这个前面这个optpj的这个turn 然后把它的贡献算出来 好这边有没有问题 这是直接的把这个recursion 把它写出来的结果是这样子的 好到这边有没有问题呢 好那这是刚刚的例子对吧 这是刚刚的例子 好右边这一颗看起来很庞大一颗tree呢 就是recursive code产生的tree 那这边在这个recursive code的tree里面呢 每一个node代表的是一个recursive code 然后它往下伸出来的话是它会往下 因为我们有最后第二行 这边的话会往下扣出下面的解 那刚刚这个p6这个人呢 它会往下扣什么p 刚刚这个6这个request了呢 它会扣o6这个人会扣o5对不对 然后也会扣前面的o3 所以呢我们看看6这个recursive code 它会往下扣出o5和o3 然后再去比较谁比较厉害 然后呢接下来这个o5一样的 它会去往前扣这个o4和o3 意思类推 然后把整颗tree展出来就是这么大 好这边有没有问题 好这都到目前为止都很直觉的 就是recursion写出来了 recursive code也写出来了 那这个这颗树呢 那当然也容易就画出来了 那画出来之后就发现这样不大妙 就为什么呢大家有没有发现有很多地方是重复的呢 就我把重复的地方highlight出来 就这些都是重复的对不对 那重复的话就代表什么 我们多算了嘛 因为这些人是不是其实只要算一次就好了 这些人其实真正我只要算一次就好 那但是怎么样可以做到算一次呢 那就表示我需要去把这些算好的东西记起来 算好的东西记起来 那所以呢它的重点就是 算好的这些sub 这些其实都对应是一个subprovenate解 这是O3的解 O3往下扣这些 然后呢基本上如果在这个地方呢 O3有先求得解 然后把它存起来的话呢 之后如果再遇到相同的状况呢 其实它就去查一下之前没有算过 如果有算过 就直接把之前算好的值拿出来用就好 不要再去recursive code了 那这是 这一招叫memoization 就是记memo啊 就是把它记下来 memo大家都知道就是把它做笔记嘛 把它记下来 那所以这招叫memoization 好那如果有memoization的话呢 那刚刚那个recursive code 就小小的改成下面这样的一个procedure 我们就多一个idea是这样子 就我开一个特别的 特别的一个小的table 小的array 小的table呢 去存一下 就是已经算过的这些小解 这些比如说O3 O4 这些小的解吧 算好之后把它先寄 store在这个里面 那如果之后呢 recursive code 扣到这些 这些subproven的时候 它不是先展开 它是先去看一下这个table上面 有没有已经计算好的值 有的话它就直接拿出来用 然后如果没有的话 就表示之前没有算过 那我再真的去计算它 那是这样子的方式 所以呢 刚刚的两行recursive code 然后就变成三行对不对 加一行 第一行还是一样就是 没有index就没有request 没有request 没什么好算 所以就return 0 好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就是 表示里面有request我就真的要去算它了 那算之前先不要急 我们先去看一下 刚刚的那个小抄的那个array m的那个array呢 是不是有值在里面 那如果里面是有值的 就表示我之前已经算过了 那请不要recursive code 这时候直接return 里面抄 里面存起来的值 return mj就可以了 那如果里面没有存呢 里面没有存就表示之前我没有算过 我没有算过的话呢 那我就才去做recursive code 才去做recursive code 那recursive code 扣完了之后呢 那记得 那把它算好的值呢 存到这个mj的这个值里面 然后另外把这个值return回去 好就多这个步骤 那这个步骤叫memorization 那在这边的话大家看到呢 这个其实是经典的dynamic programming的一个基本形式 就是memorization的形式 这个 这种形式的话大家看到呢 它跟传统的recursive code呢 相似度90%以上 那因为它本质上是一样的 只有一个地方不一样 就是它多了一个做小抄的动作 那做小抄的动作是memorization 所以它这种方式 其实它做起来是top-down的形式 就是从最大的那个问题 往下recursive code出来 但是它往下code的时候呢 它会先去偷看小抄的部分 所以这一招叫memorization 叫top-down 那当然呢 我们也不一定要top-down 那有另外一个方向是button-up 那个可能比较多人熟悉 那我们就可以做另外一种 那这边刚刚没有提到就是 其实呢 如果我透过这个memorization 我可以省什么 这些重复的部分呢 都不用重复计算 所以呢 刚刚这个刚很庞大的这个recursive code 这个很大的这一颗tree呢 可以简化变成这样子 我真正呢 只有算这六个recursive code 刚刚多的那一块都不见了 都不见了 这就是我可以省到的地方 所以呢 同样的这个东西呢 如果用就是哪一幅就直接的recursive code implementation 大家知道其实它还是蛮花时间的 那但是呢 如果我是用这样的方式 这是dynamic programming的方式 它就会变成是linear type形式 就会快非常多了 好 那在这边的话呢 在这边的话呢 另外这边没有提到就是 这里面这个procedure呢 都只有把value记下来 就是maxima value记下来 但是它没有把那个t 就组成那个oj的那个人把它存下来 那所以呢 基本上是如果你需要 你需要retrieve那个组源 就组成的成分的话呢 那其实你要顺便把那个o的那个set 在运算过程中也要把它存起来 那这样你才可以retrieve它 那这是很重要的 好 那另外一个我们看这个例子很容易 然后就可以看到 这是另外一个版本 是button up形式 好 在这边的话呢 button up形式 为什么会比较流行 主要原因是因为 它的implementation非常简单 因为它写起来呢 always一定是for loop的形式 那只是看你有几层而已 然后所以呢 不用太复杂的程式技巧 就是你只要recursive code recursion写出来之后呢 你适当的安排它这个for loop的顺序 那基本上你就写一个简单for loop 就结束了 这个dynamic programming implementation非常简单 以这版本来说就非常简单 那它只有一个loop的形式 那只是看你几层而已 好 那所以在这边的话呢 刚刚的话我们是top down形式 对吧 top down形式 然后memorization 就开好之后放在那边 让这个recursive code过程当中呢 去填妥填那个table 好那但是呢 我们也可以反向来操作 就是我们其实呢 产生这个final solution的时候 不一定要从最上面往下recursive code啊 那我也可以从最下面慢慢涨上去 比如说我先涨O1的涨下 然后涨O2的涨O3的 然后依此类推涨 然后ON的也可以啊 那就反过来做 然后反过来做就是这样子 反过来做实际上就是填那个table的时候 就从小填到大就是了 那在这边的话呢 一样是开那个小抄的那个table 对 M的那个table 然后呢bundary condition是什么 里面没有request的时候 return0嘛 对不对 那所以呢 没有request的时候 就m0的时候 直就是0 那接下来从1到n呢 Iteratively full loop 慢慢做对 慢慢算 那每次在算的时候呢 他做什么事情呢 一样是刚刚的recursive code的形式 对不对 那recursion的形式对不对 就是mj会等于什么 就是dj这个人要贡献 或者是dj的人不贡献的对应的解 那在这边大家会看到什么事情 因为他其实always是refer之前填好table的值 所以呢 他只会参考table里面的值 然后再配合现在看到的condition去逗解 那所以在这边 其实大家看到他的动作很像在做填表的动作 填表的动作 所以呢也会有一些人会误解dynamic programming就在填表格 就有些人会误解dynamic programming就是填表格 这是错的 这是错的 就是填表格是他的一种implementation的方式 但是并不是所有人所有的dynamic programming都一定要填 都只会填表格 因为前面的memorization他就是一个top-down的形式 他是recursive code的形式 然后在这边在这个的话你看到他像是填表格 那但是请大家不要重点放在填表格这件事情上面 请大家重点放在recursion怎么写出来这件事情上面 这比较重要一点 好那这个写这个table呢 一样就是从小写要大 所以是on 那以这个例子来说的话呢 其实他就是从 o 就m m0是直接先填好 接下来填m1填m2 一次类推 然后这边是一个例子 以这个例子来说的话 n等于6 只有6个request 所以我就开这个table m这个table就是从0这个index到6这样子 然后一开始呢 m0填0 好那接下来下一个进入for loop 然后填m1 那m1的贡献是谁 m1就是两种 一种就是request1要算 另外一种request1不用算 那当然request1不用算的话就是m0 那就参考0这个解 那request1要算的话就自己就2 那这很容易算 那接下来就算m2 然后大家有没有看到他其实就是往前参考两个填好的格子 来去兜出现在要算的这个格子 好最后就停完了 每次都是往前看两个格子去配合看 看兜出来解谁比较好 然后来去决定我现在这个格子要选谁 要选谁 那在这边的话大家有没有看到 其实在这过程中他一定guarantee 我们要guarantee 他每次查到的格子呢都是有职在里面的 都是已经事先填好的 那如果你说那如果里面没有人准备好怎麼辦 对不起那你的dp就做错了 那我们一开始有讲说是为这是很重要 在dp里面很重要就是 你要决定这个subproblem的计算的顺序 要按照一种特殊顺序 然后算出来才会是正确的解答 那所谓的特殊顺序就是这边的要求 就是就是你的这个for loop 一定要从小算到大对不对 那以这个例子来说比较简单 是这样子算就好 那以后可能会有比较复杂 那你就要特别再去安排一下他的顺序 可能就会不大一样 好那这边的话呢我们稍微summary一下 就是所以呢在这边我们看到呢 一个dynamic programming 就说明他在implementation上面 我们大概可以看成他只有两种形式 可以去implementation 都是对的 那第一招的话是memorization 那他是一个top-down的形式 那这个memorization的implementation的形式 会跟正常的recursive code相似度非常高 所以他是一个recursive code的形式 那只是在里面add-down 我们记录这个memo小超的那个步骤 就是每次要这个recursive code 先去偷看一下小超里面有没有解答 如果小超里面有解答就不要recursive code 直接return这个小超里面答案就好了 那如果这个里面这个小超没有答案的话呢 你才真的要去真的做recursive的recursive code下去 好那第二个的话是iteration 那iteration的话呢他就是从button-up的形式 从比较小problem慢慢涨涨涨涨涨到最后呢 比较大的problem 那在这边的话呢 那我们叫他button-up的形式 那他在implementation上面呢 他一定是iterative algorithm 他一定是follow的形式 每个iteration算一个subproblem的解 那我们要保证一件事情是 每次在算这个当下这个iterationsubproblem的解的时候 他一定会refer前面 参考前面已经算好的更小的subproblem的答案 那我们要guarantee 他每次参考的人呢都是有职在里面的 那这样才可以保证 我每次都可以安全的计算完成功这样子 那最后呢从小排到大呢 所有人都解完了之后呢 到最后到finaln算出来的时候就结束了 那这是iteration 好这边有没有问题呢 好那今天的话我们先跟大家介绍到这边就是 我们先用一个weighted interval scheduling的问题呢 来跟大家demo怎么样去设计一个dynamic programming 那在下一堂课的话 我们会再跟大家往后再看一些就是 在dynamic programming设计上面 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 还有举一些例子 昨天我们先用一个简单的例子 weighted interval scheduling的例子呢 跟大家稍微带一下怎么去发展一个dynamic programming的一个方法 那在昨天介绍当中我们知道 基本上dynamic programming在implementation的时候 其实有两个方向 第一个是top-down 那第二个是button-up 那top-down的形式的话呢 我们叫它memorization 那它实际上它的procedure 它的整个control flow的长相 跟一般的recursive的procedure是非常类似的 那但是呢 在它每次要recursive call它的subproblem的solution的时候呢 那它会先去查一下一个lookout table 看看一下之前是不是有算过对应的这个subproblem 那如果有算过的话呢 它就直接会从这个lookout table里面去值 那就不会再继续做recursive call 那如果之前没有算过的话呢 那这时候它才会真的展开 要去做recursive的computation 那这叫memorization 因为很像是做小超方式 所以我们叫它memorization 那另外一个方向是button-up 就是iteration的方式 这个iteration顾名思义 大家会看到其实它在做的时候 这个implementation的这个procedure 长相就是一个简单的follow loop的形式 那或者是好几层的follow loop 那它的概念的话呢 它为什么叫button-up 主要原因是因为 它就是会从最小的subproblem 开始慢慢的兜出最大的 最大完整的问题的答案 那它这一种的iteration的方式的话呢 它有几个重点就是 我们在设计这个procedure的时候 大家要注意到这个subproblem的计算呢 它是要follow一个特定的顺序 那这个顺序呢 要保证一件事情是我之后 每次比较大的problem呢 它它会refer 它会参考前面subproblem的solution 你一定要保证它每次去查的时候 都可以查到值 都可以查到值 那这样子的话呢 这个iteration的版本呢 才会是正确工作的 那它这个 它这两个implementation呢 在实作上面呢 真正执行的时候 会有一点点小小的不同 那最大不同之处 是iteration的部分呢 它其实是不管这个subproblem 到最后会不会有人参考它 它一定都会计算出来 它会把所有的可能会发生的subproblem的instance 把它都算过 那但是重复的就不会 重复发生的是不会的 那但是每个可能的avery的small pieces 它都会去把它计算出来 但是memorization 因为它是一个recursive top-down的形式 所以基本上只有在上面人需要使用到 对应的这个subproblem的时候 它才会去执行对应的 对应的这个recursive的computation 那所以呢 就是有的时候呢 memorization它相对来讲呢 这个会少一点点 就是它真正要计算subproblem的数量 会少一点点 好 那一样的 其实我们一般在发展dynamic programming的时候呢 这个方法我们一开始在思考它的时候 因为它跟divine and conquer是很类似的原因 是因为它们两种方式都是based on induction 发展出来的 所以呢 一般来讲的话 其实我们在做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先从divine and conquer的形式 开始去思考它 然后那最后呢 再把它 再把它转化成一个dynamic programming的形式 那 那在dynamic programming的runtime呢 那它的runtime通常 因为它背后都会配合一个table 就是要去记录这些subproblem solution的这个table 所以基本上呢 dynamic programming的runtime呢 它会非常 跟这个table size有非常大的关系 好 所以我们这边先稍微给大家 利用这第一个 第一个example 我们大概会得到 得到一些dynamic programming的概念 好 那这边的话我们看到 就是在一开始 如果我没有真的用使用dynamic programming 我只是用一个纯粹的recurrence relation 直接去做implementation的话呢 它对应会产生的这个recursive code 大家可以看到它展开的这个tree 是比较庞大的 那但是如果我apply dynamic programming的概念的话呢 基本上这些重复的部分呢 它会消失 因为这些重复的部分 我其实只需要算一次 那之后呢 我在遇到相同的这些subproblem的时候 我其实只要查表就可以得到结果 所以后续的这些计算就可以省下来 我只要查表就好 那查表是一个很快的动作 那所以呢 透过dynamic programming 我们可以把这么庞大的recursive code 产生这个很庞大的tree呢 那把它转化成这样细细长长的一条 一条这个degenerative的这个recursive code 这个tree 那大家看到computation的时间 就当然就可以大幅的去省下来了 好 那我们这边来看一下 那基本上什么时候才可以用dynamic programming呢 那一开始我们在介绍的时候 也有跟大家提到就是 你当你要用这么强大的招数的时候 那你要知道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你才适用 并不是所有的问题 我们都可以用dynamic programming来去求解 那它大概有几个property呢 我们要知道 就是如果这个问题具备以下这些property的话呢 那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那第一个的话呢 就是这个问题呢 它里面包含这个subproblem的总数量 是一个polynomial number polynomial number 不是exponential的number 如果它对应了subproblem的数量 是一个exponential的number的话呢 那基本上dynamic programming 直接apply下去 虽然也是可以计算 但是它没有非常明显的效果 因为它仍然还是要花很大的时间 因为这个polynomial number 这个subproblem的数量呢 就会决定你建的那个lookup table的大小 那所以呢 如果是一个exponential大小的这个table size的话 大家可以想见 基本上它是会很花时间的 那另外呢 另外呢 在我们一开始 我们原来要处理的那个original 那个最大那个problem呢 基本上其实它要去怎么算出它最后解 它都是有之前算出来subproblem的solution 去兜出来的 所以它会highly depends on前面算出来subproblem的解 那如果呢 你具备这样的特性 这个问题也合适是使用dynamic programming来去做它的 那另外呢 第三点我觉得可能是最重要一个特性 就是 虽然呢 我们前面有说 这个问题如果它包含polynomial number of subproblem 然后呢 第二个是说 这个大的问题的答案是有小的问题的答案都出来 这都很可以理解 但第三点呢 是最重要的 就是 你要计算这些subproblem的顺序呢 是有一个很自然的natural order 有一个很自然的order 它天生呢 就会决定这个计算上面的顺序 那这个顺序基本上会从最小的subproblem 算到最大的sub 最大的这个problem 那这个最大的problem 就是overall 我们最后想要求解的那个答案 好 那在这边的话呢 在这边的话呢 大家这一点一定要 一定要特别注意到 就如果你遇到问题呢 你发现它有一个ordering的形式 而且这个order呢 是不会改变的话呢 那它大概90% 你是有机会可以用dynamic programming去求解的 那另外呢 那这个由小问题算到大问题之外 而且基本上其实我们会配合的计算 它其实是配合一个很容易去计算recurrence relation 那这大概是dynamic programming的一些key idea 一些key idea 就是你要让它可以成功做出来的话 大概这几点的话 请大家要铭记在心 好 那这一张头影片呢 我们是参考另外一本 Algorithm Bible Introduction to Algorithm 里面提到的 那它基本上呢 它认为呢 一个问题如果可以用dynamic programming求解的话呢 它这个问题必须具备两大特性 一个叫optima substructure 另外一个是overlapping subproblem 我们倒过来解释 overlapping subproblem呢 这件事情非常容易理解 它的意思就是说呢 我基本上一个问题可能产生的这些subproblem 是会重复出现的 然后所以呢 以之前这个weighted interval scheduling的case 我们就会很明显看到这件事情 大家会看到这个subproblem呢 是重复出现很多次的 所以这叫重叠 overlapping 那如果是overlapping subproblem的话呢 它就给你一个很强的hint 就是说那至少这些重叠部分 我只要算一次 所以我透过这个 就记录在table上面的方式 那我就可以大幅简化这个计算 那这是overlapping subproblem 那另外一个是optima substructure optima substructure呢 它告诉你说 这个问题它必须要具备这样的特性 这个特性是什么呢 就是 就是一个overall 所以overall这个问题的optima 最佳的optima solution呢 它一定呢 是 是来自于subproblem的最佳解 的兜起来的答案 那这叫optima substructure 那如果这个问题呢 它具备这两大特性的话呢 那大家就可以考虑用dynamic programming了 好 那但是呢 这两个property呢 一般来讲我们在使用上面的话呢 我们会需要透过 就是这个optima substructure 是需要透过证明的 简单的叙述的证明 然后来去 来去verify说 而这问题是不是符合optima substructure 那另外呢 我想这边红字highlight 这一句话我想是最重要的 就是你要怎么判定一个问题 可以很自然的去使用dynamic programming求解呢 那基本上你要看一下 刚刚有提到natural ordering 这是同一件事情 你要看一下说 这问题呢 它是不是里面包含一些 我们探讨的这些objects 它天生是一个 存在一个linear order 那这个order呢 是天生就排好 这个问题就排好在那里 而且我们是不能改变这个order的 那当这个order是给定的 而且不能再改变它的时候呢 它天生就给你一个hint 是你可以按照这个linear order呢 去计算它最后的解 那这是很重要的一个hint 那所以如果你发现这个问题 具备这样的特性的时候呢 那就请不要犹豫 就直接可以去尝试dynamic programming 那这第一句当然是 一开始就有讲过就是 dynamic programming的programming 顾名思义 它就是来自于mathematical programming 它天生就是用来最适合解决 最佳化问题的 那所以dynamic programming typically上面我们正在去使用它的时候 我们是使用它来去求得最佳化问题的解答 好那这一页投影片是来自于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很有名的教授 Algerton的老师的投影片 那我觉得它讲的很有道理 所以我还是把它借来去使用它了 那它觉得这个 那如果呢前面那些事情我们都已经确认 就是我已经发现一个问题呢 它的object具备这个linear order的关系 而且不能再改变 然后而且我确认一下发现它的确具备optimal substructure的 跟overlapping subproblem的特性的时候 那就告诉我说我可以来去使用dynamic programming 来去求解啦 那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看一下那你要怎么去按照什么样特定的步骤 去发展你的dynamic programming呢 好第一件事情那不用讲 因为它basic ideadynamic programming是来自于数学归纳法induction 所以呢它一开始我们要去找寻的就是一个recurrence relation 就是它的那个recursive form 就是optimal大的问题的optimal solution 跟小问题的optimal solution的关系是什么 那我们要找到这个关系 那你找到这个关系之后 你的procedure只是要去implement那个recursive relation而已 那这样就结束了 那所以基本上dynamic programming最难的是你要发展那个recursive form 然后决定一个适当的顺序 好所以第一件事情的话呢 就是把这个答案呢 把它写成一个recurrence relation的形式 好那怎么去开始着手呢 那刚刚有提过 因为它跟divine and conquer呢 是都是源自于induction的关系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先用divine and conquer的方式 来去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 好那另外呢 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第二个很重要 就是你要确认你是不是真的可以把它改成 真的适用于dynamic programming 这个verification也是很重要 就刚刚有提到dynamic programming 最适当合适使用时机 如果它所有的subproven的个数 是bond的在polynomial number上面的话 你才合适使用 那如果subproven的总数 是exponential的一个number的话呢 基本上就 就算它长得再美 也没什么很大的作用 就做起来也不好 我们在这个单元的最后 我会举一个例子跟大家讲说 它其实也是可以用dynamic programming 但是呢结果就很差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例子 好那这些变化呢 就是你要去verify一下 我真的要产生subproven的总数呢 的确是bond在一个polynomial number上面 那这个东西呢很重要就是 就是会决定你建的这个 lookup table的size大小是多少 好那第三个的话呢 这个就是要让dynamic programming 可以正常运作的这个 最重要的地方就是 你要决定这些subproven 它运算的顺序 运算这个顺序 好那这个 这个大概是dynamic programming 我们要怎么去发展它的一些 标准的一些顺序啦 就是我们按照这样的 这样的order呢 就可以发展出一个dynamic programming 的一个procedure 好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很快review一下 这文课到目前为止 我们学过了哪些algorithm的paradimes 好第一个的话呢 就是不用学我们大家都会 好就是暴力法 那暴力法的话呢 那我们也叫它exhaustive search exhaustive search 讲的就是把所有可能的答案 都拿来试过 那你既然试过所有答案 那你当然就可以从里面找到最好的 那所以这就是 这就暴力解了 那在这本书也提到就是 我们通常很喜欢拿这个暴力法的 这个当做一个对照组 就是当做baseline 就是这个如果你不花脑筋 所以你直接硬解的话呢 你可能会得到一个怎么样的结果 这个round time 会有多么的差 那就会告诉大家说 那我至少如果我要用比较厉害的招数 我要超越这样的compressor 题才行 那接下来的话呢 在这门课 在第一次 第一次其中考之前的话 我们跟大家介绍的就是greedy algorithm 还有 然后还有 在中间的话 在上一个单位 我们介绍的是divine conquer 然后在这个单位我们介绍的是dynamic programming 那这个greedy algorithm 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呢 基本上它的方法很有意思就是 它其实是step by step 把final solution把它兜出来的 那但是 为什么叫greedy 顾名思义 它每一步骤 在每一个step 要选择当下它 它要make一个choice的时候 它都会选择当下看到最好的解 而且它 然后透过这样的过程 它最后就会兜出final solution 那在这个greedy algorithm裡面 它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特性就是 当它做好决定之后 它就不会反悔 因为它透过 透过适当的证明 我们可以知道呢 这个greedy algorithm 它这样的greedy rule greedy choice 是可以保证 它选的东西是 最后是会贡献在final的optima solution当中的 所以它可以这样做 那 这是greedy algorithm 那但是有些问题呢 我们虽然也可以用greedy方式来去求解 那但是它没有什么任何guarantee 那这时候我们就只能说 你找到是一个greedy的heuristic 就是只是一个禁事解 那不是真的有什么很大的theoretical的贡献的解答 那这个greedy algorithm大概是也是蛮多同学很容易会想到一个方法 然后但是我们在这边还是跟大家提一下就是 就是如果未来大家遇到问题你想要去解答它 不只是写作业或是考试 或者是你现在正在做一些project 或者是做一些research 就是你可以用一个greedy algorithm去求解 但是我们通常不会建议你只用这件事情 你只去试这件事情 因为这件事情的话除非你天生就是 你就你可以找到这个问题天生 它就是greedy方法可以得到optima solution 不然的话呢 最后再去尝试这一招 因为这招基本上很容易去做它啦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你可以根据问题的特性去发展一个特定的演算法 好那前一个单元我们介绍的是divine and conquer divine and conquer顾名思义的话呢 就是直接去计算一个大问题 我不会 然后那我怎么做 我就把这个问题把它拆解 那拆解成一些小问题 那这些小问题呢 当然一拆了之后 这个problem size就降下来了 那你降下来当然相对它就会比较简单一些 那这是divine and conquer的idea 那但是在divine and conquer的发展过程当中 之前有跟大家提到就是 你在拆解的时候你要guarantee一件事情是 你猜出来的subproblem要跟原来的 原来的original problem的问题是一样的 好除了problem size比较小之外 其他问题的本质呢是不能被改变的 那这是divine and conquer 在divine的这一步骤很重要一个问题 那当你拆完了之后 那接下来就conquer它 那conquer在divine and conquer这边比较 它就天生可以利用divine and conquer 这个机制呢自动recursively去 solve 这些产生的subproblem 那就可以求解了 那但是呢 它通常最难做的一个步骤是最后一步 就是我要把这些subproblem 对应产生的这些solution呢 要兜回原来比较大的这个问题的答案的时候 所以这一步骤叫combine 那combine这一步呢 通常我们通常要花一些心思去发展它 那在这边的话呢 如果你的combine这个step呢 可以保证一个还不错的running tie的话呢 那你通常在利用divine and conquer 得到的这个running tie 这个tie compressibility 通常都可以有很好的效果 比如说在前一个单元我们大量的就使用merge sort 当作一个example 跟大家demo说 merge sort 基本上你平均的分成两部分 然后我的重点放在merge的那个步骤 combine solution 保证是linear tie的时候 我可以guarantee这样的一个divine and conquer的algorithm 可以run在unlog under complexity上面 而且利用这个template 其实我们可以extend它去处理更多很类似的 就非常不一样的问题 比如说contin inversion 然后还有后面我们介绍就是找寻平面中最接近的两个点 那等等的基本上都是发展的思维来去发展 那当然divine and conquer 还有其他很多不同的方式 那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再去看它 那另外divine and conquer的话也有一些比较special的example 比如说上次在divine and conquer一开始的时候 就跟大家提到binary search binary search也是一个divine and conquer的方法 那但是binary search呢 它每次所产生的subproblem只会有一个 只会有一个 那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binary search它的overall所有的running time 就很小只要logn的时间 那另外呢在其他例子上面 我们在课程 这门课上面没有 目前来讲没有提到 但是之后如果没有时间 我们也许可以再剪回来 再跟大家介绍 比如说在sorting上面 有另外一个很有名的方法叫quixel quixel就是quick就是快的意思 quixel 那quixel它也是一个divine and conquer的方法 那但是呢 那个方法呢 它在divine的时候呢 它比较有意思一点 就是它并不是均匀的拆成均匀的两部分 那所以呢 大家会发现divine and conquer 其实也有很多变形 我不一定要拆出每个subproblem都要非常均匀 那但是我要保证一件事情 我拆完的subproblem 要跟原来的问题的长相要是具备相同特性的 那这才是重点 那我们有机会再来介绍其他形式 divine and conquer的algorithm 那今天这个单元我们介绍的是dynamic programming 在这边的话呢 我们会看到dynamic programming跟divine and conquer很类似的地方 是因为它们都源自于mathematical induction 都是来自于数学归纳法 那它们一开始在思考的时候呢 一定都是从recurrence relation开始发展 为什么是recurrence relation 因为recurrence relation它本来的意思就是 就是自己定义自己 什么叫自己定义自己 就是比较大的自己的这个function呢 是来自于比较小的自己来去定义的 那所以呢 这就蛮符合dynamic programming 我们发展的概念 就是我如果要发展一个overall 所有solution的答案的话 基本上我是参考前面产生的 这些subproblem的答案把它兜起来的 那所以呢 这我们当然就会对应需要一个recurrence relation 那在dynamic programming里面呢 它会把这个问题呢 拆解成一些subproblem 但是呢跟divine and conquer不一样的地方呢 就是它这里面特别侧重就是 我们拆出来这些subproblem 它必须一定是呈现有overlapping特性 就是会重复出现 那所以呢 大家也要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如果你发现一个问题 我拆出来这些subproblem 完全没有重叠性 就是每个subproblem都很unique 它只出现一次 不会再有第二次 那对不起 这个这样的问题呢 不适合用dynamic programming 你其实直接用divine and conquer就可以了 因为呢 你就算把这个subproblem的答案寄到table上面 其实后面没有人使用它 这也是浪费时间 那所以呢 在这样的问题上面 它没有overlappingsubproblem的特性的话呢 就不需要使用dynamic programming 那它有overlappingsubproblem之下呢 那另外我们前面有提到 这些subproblem它会天生具备一个nature ordering 那我们正在计算它的时候呢 也就会follow这个nature ordering的顺序呢 把这些问题把它 这些subproblem的答案把它算出来 最后都出final solution 那这大概是目前学到的 这四个比较代表性的algorithm的形式 好那接下来的话呢 在进入下一个这个dynamic programming的问题之前的话 我们给大家看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Fibonacci Sequence 这个例子呢 是很多人把它列为dynamic programming的exam exercise1 就是第一个exercise 那但是我要先跟大家讲这个问题不是最佳化问题 它只是一个computation 然后只是它的那个计算的过程呢 非常就是可以用dynamic programming的方式来去思考它 Fibonacci Sequence的话呢 它是一个在数学上很有名的一个数列 那它这个数列呢是这样子 每一项都是前两项的总和 就是fn呢是fn-1加上fn-2 就是前两项的总和 那initial的这个number呢 第0项是0 第一项是1这样子 那所以第二项呢就是0加1是1这样 然后因此类推我们就可以算出一个sequence 好那这就是算出来的这个sequence 就按照follow这个recurrence relation 我们可以继续把它算下去 那这个Fibonacci Sequence 为什么在数学上其实很有名气的原因 是因为它基本上跟自然界一些行为呢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 那这边我们看到是一个很像是一些这个贝壳的 螺旋形的贝壳的形状 那基本上这个Fibonacci Sequence是达文西发现的 那它经过 它后来发现其实自然界天生就具备这个特殊的这个比例 那这个螺旋形怎么画呢是这样子 把它稍微放大来看就看这样子好了 它基本上呢我们这个0先不要看 这个0的话就是就是area是0的一个square 所以先不用看它 那但接下来比如说我们从1开始看的话 1我们就把它看1 对于1来讲的话我们就画一个边长是1的square 然后这个1呢也放在右边放在这个square 然后接下来1加1就会都出2对不对 因为F2是什么就是F3是F1加F2嘛 那F1是1F2是1然后F3是2对不对 然后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旁边这个边长呢 把它再放大呢画出一个square 那这个turn是2对不对 然后那接下来呢接下来下一个turn是什么 下一个turn是1加2等于3对不对 然后3的话我们画出一个边长是3的square 好那接下来的话下一项是什么是3加2是5对不对 我们用这个边长再画出一个square 然后呢接下来呢接下来是5加3是8对不对 我们用这个边长画出一个square 那画出一个square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角呢把它连起来 就会产生一个螺旋形 就一此类推 那当然我们就继续画下去 然后呢这个形状呢就是跟自然界很多 很多生物它呈现的那些螺旋形体的形状呢 是非常类似的 那个ratio是非常类似的 那所以这个是很好的这个数学跟科学上的一些结合 自然界的一些结合 好那今天呢我们现在不要探讨它还有其他extension 但是我们现在想一件事情是说 假设我给你这个recurrence relation 请问一下要怎么把所有的 就给你这个recurrence relation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想要算一个f100 就第100项的fibonacci sequence的这个number的话 那请大家把它算出来 那你要怎么去算它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的话是direct implementation 我们现在有这个recurrence relation 对不对 然后呢我们就用对照方式来去做比较 第一个是direct implementation 好direct implementation的话 这个recurrence relation非常简单 对不对 我们就可以直接把它翻译成这个recursive core的形式 那这边的话呢 因为它有一些简单的特性啊 比如说f0是0,f1是1啊 所以呢在n小于等于1的时候 其实我就直接return就行了 然后那只有比较大的部分 我才要follow这个recurrence relation 把它用前两项总和把它加起来 好那所以呢 就是基本上就如果小于等于1 就直接return 如果不是的话呢 我就recursive core前两项的结果把它加起来 然后这是direct implementation 那这个direct implementation会有什么问题呢? 我们来试试看 就是假设我就call一个简单的 就是f5第5项 好f5的话会call什么 按照这个core的话呢 那它会 f5会去callf4跟f3对不对 那其中呢 其中这个f4会去分别callf3f2 f3会分别callf2f1 依此类推 那这个是用写的 那我们把它画成一颗树来看 就这个recursive core 产生一颗tree 然后这边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最最上面这个root呢 是我要call这个f5的这个 这个要计算这个recursive core 然后它往下呢 会recursive coref4跟f3 然后呢f4再往下callf3f2 依此类推 好这是direct implementation 所以在这边的话呢 这样的implementation 我们看到什么事情呢? 就是大家看到其实subproblem 这些recursive core的重叠部分 实际是重叠量是非常的高 好那这边其实只是把小部分重叠 对不对? 那基本上这一块也是重叠的 好 那所以依此类推 你可以看到它重叠部分是非常多的 好那所以呢大家会发现 实际上这个重叠部分太多 我们会发现这些东西重复出现怎么样 其实不需要真的每次都去call它 对不对?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reduce 好可以简化这些重复计算部分 那怎么reduce它 那当然就变成我们一定是计算好之后 要先把它记下来 然后那之后如果有需要用的话 我们就去查表 好这是什么 这就是dynamic programming的概念 好那如果你真的发现它的dependency的话 就你看一看dependency 基本上f5是跟4跟3 f4、f3有关系 f4呢跟3跟2有关系 f3跟2跟1有关系 所以我画dependency的话 基本上呢这么大的一颗tree呢 其实我把dependency抽出来 其实只是这五个core 只是这五个recursive core之间的关系 所以呢我们如果你有这个dependency的关系的话呢 那大家可以知道 我可以从那个最没有dependency 那个人开始算 往后算 然后算到最后就行了 比如说我从f1开始算 然后开始算f2 然后接下来算f3 算f4、f5 是不是基本上其实只要做五次就结束了 好那所以我们现在的概念就是 我其实想要简化它 那些重复出现的地方 我就不想要再重复计算它了 那所以在这边的话呢 为了要做到这件事情的话呢 那我们就会需要 会需要有一个小小的table lookup table 让我去暂存一些 暂存一些subproblem算出来的解 那在这边的话呢 它这个就是top down的方法 这个是memorization 我们直接把刚刚的recursive core 把它改成memorization 那这个改很好改 只需要加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create一个table 去放一些暂存的这个fibonese sequence 中间的一些turn就行了 好那在这边的话呢 假设啦 假设我们就把这个暂时算出来 这些number呢 存在f的这个array里面 好存在f的这个array 那一开始的话呢 那我们要怎么 那这边其实只是implementation 小detail 就我们等一下查表的时候 要怎么样去判定 这个array里面的这个 这个 某一个index里面的值 是有算过还是没算过呢 那所以你当然要填一个 比较特殊的spatial的character 在那边 那你才可以区别 它是有算过还是没算过 那这边的话呢 因为我们知道fibonese sequence里面 number都一定是大于等于0的 那我就用一个特殊的值 比如说我用-1把它先 一开始把它initialize 我把它扫干净 好那接下来我把f0填0 f1填1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我们就直接就看一下 下面这个是recursive code 我们就去算一下 我要第幾个turn 第n个turn的fibonese sequence 是多少 好那这个fibonese sequence 那我们就overall来讲 就假设我要算第n下 那f的话呢 就是刚刚存的 暂存的这些 这些number呢 存在f的这个array里面 好那接下来的话呢 其实这个小改一下 就只有 刚刚是两行 现在变成简单的三行 那其他就多了一个 类似插表的动作 那第一件事情的话就是 直接去看一下 我现在code的这个n呢 存不存在 就里面有没有值 那如果呢 里面这个值呢 存的是-1 就表示没有算过 就没有算过 然后那所以如果没有算过的话呢 那我就要很老实的去计算他 就recursive code他 那如果有算过呢 那如果有算过呢 那当然呢 那他就跳过他 就会直接return什么 return刚刚记录下来的那些sup 那些记录下来的fibonese number 已经算好的值 就直接return回去 那这叫memorization 好这边有没有问题呢 好这是top-down的形式 那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 基本上大家会发现 其实我真正recursive code的数目呢 就是只有这五个 就假设我要codef5的话 我其实真正产生的recursive code 就这五个 那其他多的那些呢 其实都是来自于插表 就直接插掉 就不会真的展开下去 好另外一个版本呢 就是bottom-up的形式 就是iteration版本了 那iteration版本的话呢 在这边的话呢 他就相反 他不是recursive code形式 他老老实实的就是 从小问题算出 算到大问题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去探讨 就是这些subproblem之间 他是不是存在一个 nature ordering的顺序 那所以以这个fibonese sequence来说 他的nature ordering的关系 其实很简单就是f1,f2,f3,f4,f1 依此类推 就是1,2,3,4,6,7,8,9,10 依此类推 基本上他就是存在一个 这样的一个顺序就行了 所以呢我们也可以 用这样的方式来去做它 那如果用这种方式来去做 他基本上只要一层的for loop 就结束了 那一样的我也是开出一个f这个array 去暂存呢 每一个小小iteration 算出来的这个f的值 那一样的f0跟f1分别填入0和1 这是initial boundary condition 我就要填进去的 那接下来从2以上 我才真的要去refer apply那个recurrence relation 然后把值把它填进去 那所以呢 从第2个turn到第2个turn 每个turn来讲的话呢 就是每个f of i 都会是前面两项的总和 然后呢 把它算出来之后 把它存进去 存到f 这个fi 这个turn 然后顺便把它return回去 那所以在这边的话呢 大家会看到一件事情呢 当我按照这个 i呢 从小到大 这样去计算它的时候 我就可以保证 我每次算的fi 它往前看的i-1跟i-2 那两个index里面的turn呢 是有值的 是有值的 所以我可以保证这个follow loop 是可以正常运作 它不会到中间停下去 它不会算错 所以它要follow一个nature ordering的顺序 来去计算它 那一样的这样的方式 基本上我所需要算出来的subproblem 一样是1,2,3,4,5 就5个这样 那看n有多大 然后就是算这么多个turn就行了 好 那这个东西呢 这样子做来做的话 它其实就是induction 那只是induction做完之后 我们就开始从小到大这样子 这样按照这个特定顺序follow up 然后把它算出来就行了 好 那这个是fibonese sequence 所以大家看到fibonese sequence 其实它也是 可以当作是dynamic programming的一个example 那只是比较特别的是 这个问题里面没有什么最佳化的概念 那是比较不正常的example 因为基本上dynamic programming 最好用的时间就是用来解决最佳化问题 好 那下面一个例子 这个也是例子 然后给大家看的是一个最佳化的问题 那我们叫它mass routing 那这个mass routing呢 大家也可以把它想成 其实是老鼠走迷宫 基本上也可以用这一招 好mass mass基本上是迷宫 那在这个迷宫当中呢 它是一个格状图 好大家可以想成这个 有一个迷宫 然后很多格子 那里面的那个迷宫 这边其实只是简单的一个小example 我们来看一下迷宫里面 通常都有很多墙壁对 然后那这边或是障碍物 那我就把这些障碍物 用灰色来去表示 把它block出来这样子 好 那现在呢 就是我这个是一个general的长相 那通常老鼠走迷宫的话 就是老鼠可能是从某一个入口进去 然后呢 这个cheese可能是放在另外一个出口 然后呢 请老鼠进去爬 然后找到那个cheese就可以走出来了 那在这边的话呢 那我们也不一定 老鼠一定要放在某一个入口 某一个出口 其实randomly 其实在这个平面上面任何一个点 都可以放一只老鼠 然后在任何另外一个点 都可以放一个cheese 然后反正就是想办法 让那个老鼠走到那个cheese就行了 好 那实际上呢 这个问题跟那一般的VLSI上面 这个绕线问题是很类似的 那在一般VLSI的绕线问题上面 其实我们也存在了 我们要把两个点的讯 两个点的讯号呢 把它粘起来 就拉线把它粘起来 然后一样的 在这样的一个 就是layout平面上面 也会存在一些障碍物啊 也会有障碍物 然后但是我要把它 就是比如说老鼠放这边 cheese放这边 然后sour 讯号的source放这里 target放这里 那我也希望它可以找到一条路 可以拉过去 那当然以这个概念 我们当然希望 它不只要找到 我还希望它走的 最短距离就好了 不要浪费时间 对吧 那所以我希望 它就可以走最短距离 然后在这边的话呢 大家看到就是 在走格子的时候呢 我们在这边 给它一个特定的 一个方向的限制 它只能朝上下左右走 就不能走斜的 那当然你也可以很容易 去extend说 我可以走斜的 怎么去做它 好那这边的话呢 基本上它 它在这边也是一个 dynamic programming的一个展现 那它基本上它就是 它怎么来去想这件事情呢 它就想说 这个我的老鼠放在 这个source放在这边 我就先看一下 就是我一步可以走到的 就是它index在距离上面 我一步可以走到的 这些点是哪些点 然后接下来看 两步可以走到 三步可以走到 四步可以走到 然后一直看 一直在对 一直看到说 我花多少步可以碰到 target这个 target 这个cheese的一个点 那碰到的时候 基本上就表示 我已经找到一条路 那我再把这个pass 把它retrieve出来就行了 好那所以呢 这是它真的 运算过程是这样子的 它是一个像是wave propagation的形式 然后一样它就是 你看它就是先开始做 距离一步可以到的 距离一步可以到的 然后两步可以到 三步可以到 四步可以到 然后一直到 它reach到target为止 然后就停下来 好那停下来之后 这时候其实保证 我一定找到了最佳节 最短路径 那怎么retrieve这个最佳路径 这个最短路径在哪里 那因为刚刚这个数 这个数字 这个距离的时候 我是按照数据 12345数过去 所以基本上我只要倒过来数 比如说我就倒过来数 任何一条1211 1987654321的连续的path 就是一个solution 比如说这边 好那这样就是一个solution 这样就是一个solution 好那这边有没有问题 这是max routing 基本上它其实是一个dynamic programming的形式 好那这边的话呢 大家来看一下 那这样一个dynamic programming 它obo它的memory和run time 要多少呢 我们刚刚有提过 它基本上会跟它所需要 进的lookup table的size有关系 那worst case来说的话呢 这个lookup table size 就会跟obo整个 这整个平面的格数有关系 那假设它是m乘n个格子 那obo它的run time 就會bomb在big of m乘上n上面 这样子 那这大概 这也是dynamic programming的特性 就是table有多大 那它的running time 就會bomb在那上面 好这边有没有问题呢 好到目前为止的话 我们大概 简单的利用几个小例子 跟大家demo一下 dynamic programming 怎么去发展它 那实际上呢 如果到这边 大家都可以了解 前面讲的这些example的话 我相信其实大家 已经可以 可以做dynamic programming的问题了 那所以 其实大家可以回去呢 就来看一下 那个programming assignment 1的题目 那实际上 在programming assignment 1里面呢 那个recurrence relation 是已经给定的 就是 就已经给大家了 所以大家只要 只要按 就想一下 我们应该按照 什么样的顺序 去把这些subproblem 按照某一种顺序 把答案兜出来 那只是要想这件事情而已 那 所以 比直接开发 那个recurrence relation 简单一点 那个recurrence relation 是给定 好那 那接下来没有时间 再往后介绍 但是下一次的话呢 我们应该就会介绍 subset sound跟napset 那这两个问题呢 也是经典的dynamic programming问题 而且 而且应用范围非常非常的广 在 在很多很多 不一样的领域 上面都会看到他们的蹤跡 他们application很广 好 那另外呢 就是下礼拜 我们应该会把subset sound napset 然后还有 还有 利用dynamic programming 求shortest path 也会跟大家介绍 那 然后最后呢 有一点时间 我们就介绍一下 那个tsp的问题 然后基本上就是去解 圣诞老公公如何送礼物 这样子 就是 我们下集完 继续招个小石 这个动作 你 我 可以 你 不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